大家好,今天來補禮一日遊 第一站來到清寶鹹油條 這是它的價目表 整個店面挑高非常高 通風很好,不會悶熱 接著是主角鹹油條 這個籃子非常特別 不像一般電視那種竹籃子 它的口感對我來說比較像軟飯 出來玩還是不忘了要工作 今天來錄製一個補禮的透天 大家好,歡迎來到台中房地 我是大齊 今天來到補禮 客廳非常的方正 手機對出來是它的第一個房間 今天長進手是一個菜鳥 還是不免俗的 鏡頭晃動非常大 我只給他40分 最後我沒有再重拍 還有一個重拍的版本 它上面沒有房間 它這邊是一個路牌 然後還有它採光照 非常方便晒眼 歡迎來店詢問這個物件喔 第二站雖然在南投 不過它這個店的名字叫 新竹原味鴨肉飯 這個大哥鼻子好癢 現在又換一個沒穿衣服的 拍了好幾次 點了綜合下水和鴨肉飯 整體來講都滿清爽的 它的下水是用酸菜湯頭 加上韭菜和羅勒 搭配出完美的口味 鴨肉飯也是非常好吃 再來是今天的主角 小醬臭豆腐 我是為了它的臭豆腐滷肉飯來了 變加非常的大方 打卡就送小菜 如果你Google五星評價 直接就送一整份的臭豆腐 不是說送了就不好吃喔 味道還是非常好 這邊有豆乳醬 辣椒醬 補香醋 可以使用 結合起來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非常的可口 好吃 這是送的小菜 其實就是臭豆腐上面的泡菜 這是紅油炒手 雖然紅油沒幾滴 這就是今天的主角 臭豆腐滷肉飯 它的臭豆腐是滷的那種 不是像剛才那種用炸 味道非常好吃 接著來到油寄扣仔爹 其實就是耳爹那種 那我們今天點的是魷魚爹 還不快點叫爹 它這個很厲害喔 雖然是油炸的食物 可是吃起來一點都沒有油膩的感覺 最後一站非常跳痛 來到拉拉帕北館 南館上面停車場都有用太陽能重電 雖然是不理之旅 但最後是在台中拉拉帕做結尾 更多的好物件需要被看見 既然都看到了這裡 請幫我按讚 訂閱 轉發 分享 歡迎來電 去的產物 歡迎來電 歡迎來電